古队演出欢庆刘新青动漫教育博物馆 落成启用 位于内湾国小里头 新竹县政府结合现代科技化趋势 发展文创产业 将国宝级漫画大师刘新青 笔下的家喻户晓动漫人物 从纸本中跳脱出来 制作成动画 打造特色动漫馆 我能够参加非常的高兴 希望从今以后 从这里开始新竹县正式迈入 国际漫画梦工厂的大道 对着荧幕下方的麦克风大喊 为大婶婆加油 让她顺利完成跳高任务 而如果是音量不够 还会让大婶婆因为没有信心而失败 非常的有趣味性 继去年漫画展览馆启用后 收录了刘新青老师的珍贵手稿 以及各类发明创作 如今增设动漫馆 加入多媒体AR互动区 更适合亲子同欢 内湾国小也是把这样的一个 艺术人文的教育 引进它的教育当中 也能够成为一个特色的学校 学校就是漫画馆 内湾国小成为特色小学 学生制作的动画也是屡屡获奖 县政府也配合动画馆开馆 邀请跨世代的漫画家 高永驻管策展 在基础的教育在农村和国际赴养了PK 动漫教育博物馆的建制 将大师一生的创作 多元永续推广 县政府更看准动画技术成为趋势 积极培育数位内容技术人才 让学习活络生动 逐步打造漫画梦工厂 就在新竹线